這個是我認真想問的 為什麼你的鐵粉這麼多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很想要知道 因為我覺得 我看老爸的影片 他是每個禮拜一到五都固定上一天 禮拜天直播 除非有時候他可能飛出去 玩 幾乎都還是會 那為什麼你的 這個鐵粉的觀眾 可以一直始終黏在這裡 這個是連我都很想要知道的 其實我覺得第一個 有兩個關鍵的因素 第一個你一定要定時發影片 就是幾點 你說好要發什麼時候要發 這個是我跟觀眾的一個承諾 因為就好像我們看電視一樣 你會養成一個習慣 可能晚上就要看湯熙來了 幾點要做什麼 這個是第一點你一定要做到 如果你連這一點都做不到 我覺得基本上你 先天上在拍自媒體的條件就輸了 OK 就是像有些像白絲公主 他們也會固定禮拜六或禮拜幾 喔定時上天 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覺得要真實 就是夠真實 我覺得我的拍法跟一些一線的主流的 像YKBOYS 沒有沒有 不好意思喔 他已經是一線 他也是主流的 在那邊講什麼 YKBOYS 沒有我想知道 他們的是比較類似戲劇的做法 他是戲劇做 當然他有他的願意 他們還是很強的團隊 就是變成說 他可能創造一些議題 讓討論度增加 讓他的各方面來講 是很多人去討論的 被關注的 那因為我們的個人特色沒有像他們 是屬於天才型的選手 對 所以我們只能用 真實 貼切 生活的方式 讓大家有產生共鳴 對 就是像 我講我為什麼不拍小米的東西 對 那拍小米的這個東西 為什麼 因為它便宜嘛 它夠好入手 當然 你第一個 絕對不會 買它也不會有太大的錯誤 錯誤 然後 我因為拍小米 這智能家具的東西 很多智能家具的廠商來找我 我也是完全不接的 因為我太貴了 你也不是吧 因為 我跟你講 它真的很貴 它都這樣講 沒有假的 我連報價都沒有報價 因為 我覺得我 目前到 坐到這個時間點 我還是很感動 因為 目前我就覺得 我不會用的東西 當然 難免我有一些業配 還是會有一些 不是完全自己用的 可是 我會盡量保持到一個 中立的狀態 就是 我不會用的 我覺得不好的 那像一些智能家具的廠商 他就沒有辦法跟我現在小米系統 做整合 我怎麼推薦給觀眾 所以我一直很堅持在這樣 尤其我背後還有我老婆也是一樣 他比我更 古謀 對 就是他說不要的東西 我也不能強迫他拍 所以 我覺得跟 人 就是他 我覺得我們一直很像 一個電影叫做 蠢門秀 蠢門秀 我們是活在鏡頭下的 像現在 現在也是 對像我拍片 你看昨天 你應該有稍微 瀏覽一下我AirPass的影片 對 沒有看完我知道 可是一定會稍微瀏覽 而且不只喔 而且 那天的上映的影片 你是AirPass 我也是AirPass 我就說我怎麼跟老爸 是一模一樣的標題 對 所以我 我們沒有講好 那當然我也不可能 真的沒講好 真的沒講好 而且那個上面 只是說 我們的拍法就是比較貼近 生活 生活 就是 我就是跟你很像 你看完也許會跟我有共 對 所以達成這樣子的粉絲 那當然背後還有一些努力 還有各方面 對 老爸當然我還有另一個問題 是 就是說我發現到老爸的 只要是跟 飛行 飛機有關的系列 流量都無敵爆 欸其實也沒有 因為 真的真的 因為這個 這我跟各位分享 這我跟各位分享 新媒體一塊 比較 需要 就是跟傳統的有點不一樣的地方 是 觀眾很容易喜歡 新的 不喜歡舊的 對 像我飛行做到最後 其實他已經有彈性疲乏了 疲乏 你們注意看 像 木曜的一日系列 對 他其實也在疲乏 因為其實都一樣 我 欸 所以老爸那我可以 呼應一下 那是不是 扭蛋跟 夾娃娃機也是有點疲乏 對 都已經疲乏 因為其實觀眾 所以 就變成說 這些東西都疲乏了 那觀眾就是那個 死心厭舊的程度 就出現了 就出現了 因為我最近 我最早可能一支飛行 比較有點的都是十幾萬領域 對 可是如果比較沒有點的 而且還會上那個 熱門 對 比較沒點的可能就五萬到六萬 所以變成說 要取到一個平衡點 固定系列的影片 可能還是要出 998一次 跟一些老粉絲培養一些互動的感覺 那新的系列 像我們最近有一些新的企劃 在做 就是給觀眾一個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新媒體這一塊 並不是大家想像的 這麼簡單 拍起來就起來 我們永遠 我跟我老婆 其實永遠在想 有怎麼樣把影片拍得有趣 好笑 好玩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 應該大家也很想要比較知道 因為你如果想要 我先來當youtuber 對 那到底我這個選題 對 我要怎麼去知道 目前的環境 什麼樣的題會比較適合 這個問我就對了 其實很簡單 是不是 我是不是覺得要問你 我跟你講你就去看 這一題問得很好 你就去看大概 兩萬到十萬訂閱的頻道 去看 兩萬到十萬訂閱 然後按順序拍 按他的瀏覽次拍 你就會發現 他們中的題目是什麼 有沒有就是 你不要去大頻道 因為大頻道他已經有帶動風向球 而且他們都是固定的 對 就是兩萬到十萬的朋友去看 對 那一排順序你會發現 欸 他某幾支影片 是瀏覽特別高的 對 尤其你要用 再去觀察 再去觀察他的時間 就是 越近到的 是越 符合現在的 喔 跟著他的題目去做 我舉一個例 好對 舉例 舉個像最近比較紅的 像海比刀這個關鍵字 像Costco也是個 Costco是比較常進的關鍵字 有Costco 對 然後像如果你Tim哥你去拍 一個人半夜 一個人 三更半夜 去吃海底刀 欸就會中 就最近也有人中 真的假的 真的 就是類似這樣的東西 欸你這樣講 我很想挑戰欸 這真的 真的 可是我 問題是我的頻道是都科技啊 欸這個就是大家講的 因為 你會覺得現階段 你現階段如果拍不是科技的東西 其實你的觀眾會比較不愛 對 螢幕會比較少 可是如果你一直拍科技啊 畢竟他的受眾就是在裡面 而且也有可能會疲乏 對 你會大不了 YouTube的主流 主要的華語市場 是在台灣 對 所以你覺得台灣其實大家也都認識 就這 該認識了 所以你不能 一開始會陣痛 所以你不能只有拍科技 有 因為老爸已經講了好多次 對 尤其是他喝醉酒 一直在跟我講這件事 對 就是 你還是要轉一些生活 對 然後夫妻各方面 像聽早飯 拍兩性 我覺得對你的主名 到底是加分的 聽早 因為很多可能是因為看了兩性的東西 來看這個 老婚是到底在做什麼 對到最後你就會被配獎跟我一樣 配獎 OK OK 所以我先繞回 所以最近紅的是 喔海底到這關鍵字 對 不一定 就是這個東西會改 像有時候可能是胖老爹 有時候是什麼 不一定 可是一開始你會很拘泥於說 我 一個科技人 為什麼拍胖老爹 我覺得大家會跨不出 可是你 對你懂我 可是你可以把胖老爹科技化 去 像我最近做了一個 對 最近我拍了一支張壽司 張壽司也是關鍵字 張壽司為什麼是關鍵字 張壽司 他本身在YouTube就很多人搜尋 因為 張壽司 他有很多原因啦 當然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 可能很多人在 Google檔 張壽司 因為他有查 那所以導致 很多人會對這個字下廣告 所以很容易跳YouTube的影片 對 這是一個原因 一個原因 大家記得喔 然後 再來 你可不可以講 張壽司它科技化的地方 它在其實每個盤子底下都有放IC 就是它繞了幾圈啊什麼 它是回轉壽司 對 它是去Check這個晶片 對對對 所以你也可以把你的東西 結合這個關鍵字 再次長這樣 這樣搭上去的話 你的橋樑就不會 單純只拍張壽司 你的就這樣很不好 對 可是如果你把 哇這個是科技化的壽司 這個很強 那其實大家關注我的頻道 我的頻道一直是這樣來說 其實我們背後刮了 不能說團隊 很多腦筋在想怎麼拍去 拍出更有趣的題材 所以老闆你真的是 你跟老婆 兩萬到十萬這些YouTuber 然後你們都是真的去看說 他們到底哪一個是比較 其實都是我在看我老朋友 沒有就是這個很重要 不要看大頻道 就看小頻道就好 看小頻道 對就是甚至有時候 你會看到那種一兩百人訂閱的 他的片子有一支十萬 對 二十萬去研究為什麼 為什麼 哇 大家 好棒 我真的學到了 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小屁股 那因為其實我之後 之後我會有一些課程演講 在講這些東西 真的喔 對然後大家可以那個 那我一直覺得 其實在新媒體的部分 通常能夠活下來的人 基本上都是好人 我自己感覺啦 因為其實不好經營不好做 其實各方面來講 我相信拼哥在這段時間 你有感受到 我感受到很多 而且我也有感受到有一些 訂閱數已經超過三四十萬 但是呢 他訂閱人數也沒有辦法 像他之前可能衝得非常的快 對 然後有一些也就像老爸講的 他的那個話題是不是疲乏掉 對 的那個觀看數也沒有辦法再提升 對 所以Tim哥要開心系列囉 好吧 老爸都這樣講了 讓我好好思考一下 好 那今天有關新媒體跟專統媒體的討論 我們已經講完啦 然後記得大家要去訂閱3CTim哥的頻道 3CTim哥生活日常 對 裡面雖然是生活 你看裡面都是科技 該感情 哈哈哈 好了 大家記得我會把icon放在片尾 大家記得去訂閱 那今天的影片結束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和按讚 我們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下午點 甚至發布影片 我們明天見 掰掰